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司机载着离开慈善基金会大楼 接着前往的地方竟是陈怡荣老公薛伯仁在台北市东区的医美诊所大楼 当年诊所开业时网站黑打出林志玲 隋唐 贺军祥等名号带起高人气 如今林志玲又低调造访 车子停在诊所大楼车道上相当熟年 之后司机在附近黑换了几个地方停车 似乎警觉有媒体跟拍 有些神秘 而晚间九点多 更直接把车开回林志玲旧家 女神则不见身影 本月六号 林志玲现身某百货公司 身旁有女伴媒男伴 女孩们聊得还快 一起逛街享用下午茶 过程中 志玲姐姐戴着大黑墨镜 被遗是不是还在修复期 对此 林志玲的经纪人回应媒体表示 女神因为近来常出外景被晒黑 加上对此外线过敏 坦诚为了工作到医美诊所打美白针 希望能加快恢复到白皙透亮的好复制